发挥到了 卑质相依 谁啊 慈禁人啊 不只是守护在台湾 但愿台湾的 的社会祥和啊 那天下无灾难 我们还要呢 把这样的慈悲啊 输送出去 推到了国际间 看慈禁在大陆 很感恩啊 台湾在那里 用感恩心来克服大地 看看这位李妻师啊 他有工厂 他提供了工厂 还有一位业妻师同样的 他们都有工厂 提供出来场地 老板自己呢 投入一身试驾 带动了他们的员工爱 因为他也会看 老板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会渐渐的 就是渐渐的改变 他们原来的习惯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也了解这个 做饭嘛的话 都是捐到那个 四汗再去嘛 然后我觉得喜欢吃的了 这份爱心啊 慈心带动了悲心 直到付出一点力量 可以呢 帮助自己的同胞 同时呢 了解到环保的理念 可以让社区的卫生干净 保护人人的健康 这都是一间素得 付出一个动作 可以有很多这种利益 回馈在自己的同胞 同时呢 可以保护大地 这一片的爱心 当然啦 也是感动到了 当地的企业家 像吴基寺 他花心眼啦 他希望把自己的人文 带入了他们这样的社区 把社区的环保要带动下 然后把有更多的 这个爱心的人 来做这个环保 我们小区呢 总共有七千多人 我们楼道呢 每一个都有那个楼长 通过楼长 带动职边的人 怎么能把它吸水 吸电 吸纸 能落到生活的实处了 从每个人 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这才是我们推广的目标 看到了这一大群人啊 菩萨 不管是他们的 的企业有多大 他们的 这个名 地位有多高 他们可以呢 放下神断 同时走入社区 也用爱呵护的穷困人啊 这都是呢 人间菩萨 我们又看到了 平常我们在照顾的一位路伯伯 他呢 从小是骨儿啊 因为呢 他要自立根生十几岁啊 他就要去打铜工啊 这种的铜工生活一直到啦 长大了以后身体呢 就已经呢 就已经呢不好 所以啊 一身病痛啊 后来呢 政府列入围 就是每个月给他的生活 可是一身都病啊 也是介绍给慈寂 慈寂人 开始呢 爱他 抚慰他 陪伴他 这一位呢 路伯伯身体呢 哇 慢慢的开始啊 由他转机啦 他竟然呢 可以自动自发 去做孙楼 这实在是 很难得 慈寂人把他引到了苏州 他每天啊 都要一大早啊 走路半个钟头 到我们的苏仙来啊 投入啊 变少啊 七十丁啊 同时呢 还要投入繁保 师姐 上次 师兄 给我的 资贡佛 我 我 很开心 感恩 这种的长期的贫 一生中的病啊 慈寂人已经陪伴到他 能发挥那样的良能啊 我真的很感恩 也是很感动啊 都是菩萨们的悲至相应 那以至显慧啊 那以慧等官 慈寂人做到啦 以慈悼悲 用祖心 可以保持到人人的平安啊 还要启发人人的悲心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见 不见 我 不见 都不见 没